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2021年抖音优质创作者的故事将每个创作背后的美好与感动所收录是2021年度高光时刻的见证 创作自有光 创作者与观众 粉丝因为视频相遇 彼此像光一样相互照亮 会其更多的光芒共同成长 粉丝们分享的每一个高光时刻相信在你们几位心中都有着不一样的意义 能不能跟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呢 首先 咱五熊小亮开始吧 好 非常高兴啊 来到抖音之后我才发现我的这个关注者啊 年龄段特别广啊 有不会写字的小孩 有年轻人 有老人 然后他们看了我的视频之后呢 也有不同的收获啊 有的人就是看到昆虫不再刀挖乱掉了 一脚踩死了啊 他愿意坐下来好好观察一下 有的人呢 他就是买了自己的书啊 买了各种书去继续学习 还有的人坚定了这个报考生物专业的这个决心 打算当科学家啊 所以我就觉得自己确实真的能影响一些人 甚至影响大自然里其他的生物啊 所以我感觉非常高兴 然后我也希望在以后把抖音这个科普继续做下去 希望你创作更好的作品 下面丁真 有请丁真分享 这笑容真暖心 大家好 我是丁真珍珠 希望把更多好的作品送给大家 谢谢大家的关注 谢谢 谢谢丁真 下面是我们今天晚上的拍档啊 张新尤 谢谢哦 抖音可以说是我人生的转折点 我陪伴着抖音的进步 然后抖音也见证了我的成长 如果没有抖音的话 可能就没有今天这么好这么大的舞台 所以说我真的特别特别的感谢抖音 那今后呢也会继续努力 给大家带来更好的作品 谢谢 谢谢诚恳的心聊 下面是我们德云社的代表朱舅良 也不是什么代表啊 表示刚才唱完歌以后 俩公子往背走了 就留我自己一个人在这高光时刻 其实我们德云社呢是有很多热爱相声的人在一起组成的一个团体 在我们师父郭德红先生的心情教导之下呢 才有我们今天的成就 非常感谢抖音平台 那么也非常感谢所有的观众朋友 以及听众朋友们对我们凤凰传奇的支持 那么我们也会好好地努力唱出更好的歌 谢谢你们 谢谢大家 谢谢抖音平台 同时我们也会继续加油 我们会记录美好的生活 同时我的抖音号是凤凰传奇争议 大家多多关注 谢谢 来 最后是我们的浴缸老师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李浴缸 今天呢 看到了这几个字是抖音年度高光时刻 李浴缸 到此时此刻想说的是 这不仅是我一个人的高光时刻 也是现场所有观众朋友们的高光时刻 也是这一代人的高光时刻 因为我们生在红旗下 长在春风里 赶上了一个非常伟大的一个时代 这个时代呢 是一个民族认同文化自信的一个时代 我郑巧也在这一个伟大的时代当中 演唱了一首歌 被大家认识 就是万江 全网将近一百亿的播放量 那也再次的感谢抖音爸爸 你们的大力支持 因为我知道 今天在座所有的抖音的 很多很多的朋友们 他们在台前幕后 也为了万江的支持 让我都非常非常的感动 再次感谢大家 我会继续努力 谢谢大家 感谢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一个 伟大的美好的时代 好 谢谢所有朋友的分享 创作者跟粉丝就像是一道道美好的 奇妙的互相照亮彼此成就的光一样 那么其实今天晚上还有三位创作者 因为特殊的原因不能够来到我们的现场